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要注意我国法律法规 对 没事 他这个微博放了好几天也没事 你不要贴那些盲人什么就没问题的 他就说 他也是说为了要是有这个 你知道有很多中国男人 他们要去日本复仇 你知道吗 中国嫖客他要去嫖日本女的 他把这个当复仇 对 但是好多日本女的 听说他不愿接中国 有的时候真叫悲哀 这个怀着复仇之心 杀向日本歌舞伎厅 最后睡了一晚上拼命蹂躏之后 往往才闹清楚 这是湖南来的 冒充日本的大和福祖 整个中国人弄中国人 报复了日本 还真有这样 是吧 是一般日本女孩不愿接中国客人 因为中国人特别是有时候喝多久的时候 就是不能做的他也会要强行做 因为中国人去反正我有钱 那我该干什么他就想干 但他有个规矩的 你不管做任何一个行当 那他有他的行规 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时间内 对吧 还有是 因为规矩还很多 你肯定都是要用的 所以他要 日本的艾滋病也好 性病也好都比较少 而且每个月定期检查 你今天说到这个女优 我对女优也是有一定感情的 我再给你探讨这个问题 日本人在这方面 是不是有点是压抑还是怎么 他你比如说 咱从严肃的事上讲 南京大屠杀 对中国妇女 他就是这种 故意就是虐待 禽兽一样的这个行为 那么从到这个和平年代的性心理来说 从他的AV里边 对吧 那天徐老师也研究出一些情况 说为什么外国的毛片 不是西方的毛片 感觉呢男女表演出来的都较为happy 同乐 男女同乐 同乐 但是日本的好像就是 越是这个女人受折磨 怎么叫受虐的那种 好像就越兴奋 不不不不 日本他有两种 一种叫assignment assignment那就是抽鞭子 被虐待的那叫assignment 但真正的AV呢 他有这些情节 但更多的还是 我觉得是一种AV的文化 像到他的书店也好 到他的那个DVD的店也好 都会有公开卖的合法的 我觉得这个食欲 食欲信欲 包括物语这三大人的基本欲望 一定要满足了 你明天工作的很好的 所以日本他因为有这个满足了 所以他的性犯罪 他的警察也好管理 29万警察才管了一多人 管得很好的 全靠AV女优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是社会的一个 我可以讲 日本不装 日本不装谁装 你别看到很寒暑 给你挨杀子 给你打招呼 但一旦提到新问题 不管是在什么饭桌上 他都会讲 公开的讲 甚至于我举个例子 他没有性骚扰这种情况吗 那你只要不在工作上 电车吃汗 只要你不在工作上 你们的朋友 在一起晚上喝酒的时候 完全可以 他那个 歌舞集团的地方 就是提供给你性骚扰 性骚扰这两个字是禁止讲的 禁止讲 因为它是提供性服务的地方 对吧 分两种 你们也是说 妓院里面总不能投诉客人性骚扰 对对对 所以说 性的服务有两种 一个是性的服务 还有种陪酒 它都叫风俗营业 但是它不是 它还是有区分的 所以呢 你就不知道 就是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啊 还是一个地区 一个样 我想 你过去不是 你过去日本人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我就包括他这个AV传递给我们一个印象 觉得日本男人 跟女人搞的时候 非得要把女人 好像弄弄疼了 弄弄弄弄弄弄弄的很受罪 他们才happy吗 不是不是 我觉得日本女孩 他自己也是在享受 要不然他不会有这么多主动的 自发的去参照到这个行业 日本不是人家想象的都是流氓啊 喝着毒品啊 牵着他们啊 没有谁去逼他的 像你像在我卫国上 他很自愿 而且他很开心 他赚了钱以后 到了三十岁结婚 他改一个名字 他可能不在自己的家乡 就我登这个 他爸爸妈妈都知道的 第一次他不讲 但人家的隔壁刚才的时候 他也堂堂地回家 他也不是不见人 登那么久 你也不知道呢 对 他是一种文化 文道这个也是从小研究到现在 我没有 我现在好久没研究 你当年他写过专文 对我是帮一个朋友 他研究AV的书嘛 他写一本是专门研究AV产业 我还帮他写一个序言 因为日本的AV产业 它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行业 没错 它里面充满了个合法的 那么他也跟日本所有行业一样 他一建立起来之后 他什么规矩啊 什么角色啊 什么都分配的清清楚楚 什么人干什么活 怎么做 也都很清晰 那唯一大家可能觉得 比较难受的 就是那些女星 比如说退休之后怎么办 因为他们其实职业年龄很短 对 二十四五岁就很老了 二十五 那就顶到头了 那已经是 参与工的老了 对对那就很老 参与工是老了到中国了 当影星来 对没错 那老是要退 那退之后呢 怎么退呢 这就有问题了 就有的要转型 转型比如说成为一个正常的 到一轮界发展 那有的呢 就可能改名发行嫁人 也有去念书 但是也有转型 不那么如意的 当然也有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呢 根本没有说是逼良为娼 却全都是自愿之当的 那是肯定的 而且是非常敬业 这一点就咱们很敬佩 他一定会很认真去做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的体系 能展现给别人 能让他去出名 他觉得很高兴 很快乐 他不愿意 他根本做不好 这个行业也不成立 你看那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混血而去 现在是很有名的 他今年年底 他就不做了 这是我得到的情报 真正的情报 他不做了 他到美国去留学 他以为这样就洗底了吗 不 他是跟瑞士的那个混血 在日本很有名的 叫Alice 他马上就 哦 Alice 我没看过 我没看过 下次去了 好 争取今年年纪去 接着说Alice 其实呢 他们 我觉得日本男人也好 包括他们自己的女性 是可能不看 但是有时候他觉得 他自己呢 没兴趣的时候 他也会说 两人坐在一起 去看这些东西的 女同志看 不是说女同志 女同胞看 也享受吗 他也学到一些东西 他觉得 学到一些东西 我怎么对付 叫我的男朋友 让我男朋友舒服 这也很正常 太舒服了 就这么玩啊 我觉得都是 而且是双方 感觉到是一种乐趣 不是 这个里面有一种 性文化的问题 就是还是上次 许子东 性学教授 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课题 就是说 他会给我们 带来一个误解 就是说这个 女人 日本女人 感觉性生活的时候 都是那个受压迫 受侮辱的 这么一个态势 这样才 格外的 嗨 是吗 他有一种需要这种 因为他的 可能他的那个 性感带也好 或者他自己的 敏感的东西也好 他必须要被人家 抽鞭子 掐 咬 或者打 他才有那种快感 那是变态的 所以并不 我们以为去报仇 人家正欢迎 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我在想 其实有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误会 就是大家看到 日本的正常的 AV电影 就不是说虐待那种 正常的电影里面 他的女性 比如说在 作爱过程之中 那种表情 那种声音 你比较美国式的 你也会觉得 她们好像特别 特别是处于被动的 就是越重越快 经历什么煎熬的 那种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要了解 所谓性这个东西 虽然像小木讲 是所有人类 普天之下 大家有共享的 有普世价值的 都要爽 那么但是呢 他表达爽的 跟正在爽的 那个过程 表达方式 是不一样的 没错 就比如说 你中国人 很开心的时候 你的笑法 跟美国人的笑法 跟德国人的笑法 也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在性生活 性行为之中 他在表达他的欲望 或者他的感受的时候 他的表情 用到的声音的 那个地带 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误读为说 他好像在经历煎熬 其实他不一定 真是不一样 你像我们这个 北方人也学 说上海话 他们有人教我说 说你看上海人 在床上 说他也有 他的这个表现 很有他的风味 是吧 没有男的在下面 就问能散衣吧 能散衣吧 散衣是什么意思 会说上海话 我不会 散衣大概就是 适意 舒服 就适 适合的适 是不是这意思 这得为徐子东才去 对对 徐老师你想象一下 这个能散衣吧 能散衣吧 这个这个女 女的怎么说呢 阿拉散衣 阿拉散衣 阿拉好散衣 阿拉好散衣 你先回来 配桃花春雪 彩虹极极水 最弯酒精 银分丸精 与锦贵酒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贵服务 老散衣 怎么老散衣 对对 这一集我觉得更好 好 因为这个 三句话不离本 对 我拦得来一次 没错 而且呢 这个你确实觉得 从这个性心理里 你能够观察出 很多很多东西 比方说 为什么中国嫖客 要到日本去复仇 复仇 为什么就要干 他们日本妓女 对吧 这个里边很有一种 开疆拓土的 把女人当成国土的 这么一个意识 应该说 日本女人的服务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都听传 都去说过 而且通过这些录像啊 通过这些色情杂志都看过 而且不断的已经从 那个网上已经进入到 中国来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日本 除了购物以外 看富士山以外 还想看另外两座山 这是很正常的 是吗 另外两座 我也不明等了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你刚刚讲到 为什么很多中国男人 想去日本嫖 这其实是历史上 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 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时候 性产业 或者性行为 这个东西 是跟族裔 跟有一个种族问题 在里面 威首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以前欧洲或者是土耳其 在他们强盛的时候 就土耳其帝国强盛的时候 他们后宫里面 有时候会特别挑一些非洲的黑女人过去 那么或者说在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挑一些印第安女子 那么这里面都牵涉到就是一个权力的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是一个殖民帝国 那我殖民帝国的人来了之后 你们这边的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在这时候 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杂的问题 它又牵涉种族 又牵涉性别 所以我们还看到另一个更有趣的现象 在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美国的历史中一直有一种心理 他们就觉得黑人是最牛的 在性上面表现黑人难形 对不对 日本女游客 他们觉得黑人天生洋具很大 性能力很旺盛 然后精力充沛 体能又好 那么所以你看很多的美国的大众的文化 或者以前的文学书写里面 包括欧洲一样 他们对非洲黑人的理解 就是把它定位在性上面 那你看起来这个心理很古怪 你知道吗 它表面上看好像是说 哎呀黑人多牛 黑人多强 实际上是歧视 对实际上是把它定位在你因为你很接近野兽 畜生嘛 对你是畜生 畜生 对他认为黑人比较厉害的原因 我们先不讲客观上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但心理上他包含一点就觉得性这个东西是很动物的 是很本能的 于是人类之中最接近动物的那一种种族 那一个民族 他这方面当然就特别厉害 你看你说的这个就是这种特别微妙的这种潜意识 我昨天听一个画家跟我讲 他刚刚去大英博物馆去看了很多这个这个这个素描 达芬奇画的素描 他就说这个纸啊 你知道中国古代绘画的这个纸啊 像那个什么南唐厚主礼遇做什么成心堂纸 这个纸啊 不就是怎么样能让他好 就不是这个水太容易阴了的话啊 他其实上面还要涂一层 涂什么 涂什么 你看在中国呢 涂的是一种叫做高龄土的东西 就是做陶瓷的 那么涂就涂 那么他们原来也以为呢 其实外国也涂 他这个对纸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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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处理 他涂东西 他们原来也认为涂的是土 对吧 但是这次好像英国的专家告诉他 不是 说是一种古动物的那种骨头的骨粉 骨粉 又加上了一些胶和 又加上了一些什么啊 涂涂涂上去的 但是你看他给我描述这个事 又一说 他说那当然了 因为他们是动物嘛 西方人毕竟是野蛮人 那么中国人肯定就是投资用土 中国人是天然的 是土德的啊 你看西方人他们肯定这是完全合逻辑的 他们当然就是用动物的骨粉 因为他们就离动物不远 你看他就是这种 就很微妙的这种潜意识 你很快就会出现了 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说法有点误区啊 就是因为你没有说像意大利 特别是威尼斯地带 它出的那种大理石纸 那个纸它涂的那层粉其实也是来自土 来自石头 不一定都是用骨头 那我觉得这种讲法有点不靠谱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里面 我们有时候一些色素 红色的那个其实是胭脂虫红嘛 那是虫啊 虫子提念出来的红啊 我们天天都在吃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讲话 我们是不是全世界所有人类 其实都跟动物很接近 因为我们连吃动物身上的红色素进身体里面 而且是虫子 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能够 只要需要检验 我们每个人要检验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的种族的文化的偏见 包括在性上面也是 但性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在呢 就往往性快感 它是要见 它是不理性的 它恰恰是要建立在很多的偏见 很多的潜意识上面的动力 没错 所以我就能理解啊 就是他说的这个日本人不装 就体现在哪 其实挺牛的 你知道吗 西方人都有点装 老实说啊 就是日本人在关于人的本性欲望的这个宣泄这方面 他还是个承认的态度 因为这个啊 我们不能不看到人性里头有阴 有黑暗面 当然你不能说那是黑暗的 因为我们有一半是动物 你知道吗 动物啊 它有时候在性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真的在进行性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那么文明礼貌 对吗 不是那么gentleman的 而且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玩意得玩出点花来 就是说弄得有点这个侵略者 被侵略者 压迫者 被压迫者 它你好像这种所谓性虐待的那种游戏啊 为什么提出一个叫角色扮演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安全无害的范围内 在卧室里头 我们演这么一个戏 对吧 演完了之后呢 咱们身心呢 把一些动物性的成分得到了一些释放 还能跟人装好人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在释放上需要装好人 对对对对 对吧 所以你看 那日本人他跟你打招呼 跟你跟你寒暄 寒暄他其实 其实是一种交集的手段也是有 表面上是一种 哎呀跟你鞠躬啊 但你真正问他什么东西 真正他们干什么 他真 他就跟你 真张 他就跟你 很直接跟你争枪实干了 争枪实干了 争枪实干了 嗯 很多在很多公开场合 为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搭在一起 涂衣服啊 喝的酒就喜欢涂 对对 喝完 他喝完以后 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想 就想 释放 释放 这是一种很真实的表现 对 所以呢 你看 他们也是野蛮人 都是动物 对对 他离野蛮人也不远 对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片夜的脉络 横是广袤生态 融会城市和森林的和谐发展 纵是深水传承 延续未来家园的惨天绿意 从南国灵改到北疆至上 解读科技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寻访大地耕耘的梦想 北京现代大地寻梦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小木 你刚刚说日本人的那种发泄方式 比如说喝醉了酒脱 我注意一个现象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每个文化里面 比如说你性爱过程中 怎么样表达感觉 都会有文化差异吗 你其实在喝醉酒之后的发泄 我发现大家好像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不知道准不准确 好像很多日本男人 比如说他们在联欢会 或怎么样 很高兴喝醉了酒之后 他们原来穿着西装结的领带 他们喜欢把领带脱下来之后 套到头上 是不是这样 他头上是 就像他们绑了一个毛巾 对对对 就是要加油 有时候领带也会弄上去 这是怎么回事 他因为没有毛巾 他用领带故意绑在这里 大家一起加油 他用领带代替那个加油 我的干什么事现在 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又看到以前 不是日本男人 特别觉得女人性感的地方 是脖子跟肩膀 现在还是这样 还是因为他穿着和服 为什么把那个领带露出来 就是要露这个地方 他不是看到全身肉体 他是看到后脖子 就是后颈 后颈这一段白 我也是最迷着了 不是 没有 没有 这个普天通 普天通就好 人同此心 人同此心 他那个脖子露出来 他是这个 做这个领带很难做的 所以脖子长得好的 或者稍微长一点的 白一点的 这个是最适合穿这个和服 但在现在还是这样吗 就比如说现在一般 也不会说老穿和服 日本人是仍然觉得这个 看穿和服的性感女人 就是看脖子 但是不穿和服 比如说现在一般日本女性 我想现代人 是不是还仍然觉得 这是一个性感女的 当然 你看他很多重的 结婚必须穿的 就像中国现在 女的要穿旗袍一样的 一定要穿 一定有一道 一定要穿和服 过年要穿 夏天到外面 就看烟火也穿 但那不是那种 就是那种 有高代症 就是浴衣 浴衣一样的那种形式 所以他知道是节假日 包括他们的一些 各种灯灰 什么都会穿的 因为他一定保持的非常好 那反过来 有没有说男人 什么地方是最值得注意的呢 屁股 他们就喜欢光屁股 男人屁股越小越好 应该是 怎么会 因为三角形是这样看的 他们说 女人是这样的 是他们有一个 我听我那有些朋友说 说日本人别的场合裸 他都能接受 他觉得他不能接受 是他们在电视节目上 他说还曾经见过高仓健 就一帮人 就这么玩 那种电视综艺娱乐节目 玩完了就脱光屁股 就是在电视上 可以可以可以 电视头只要12点以后 深夜的节目都可以的 所以还可以什么意愿 甚至是 你经常能看到的 经常能看到的 因为 所以有一个极品心悦的 一个艺人在海南岛 他录节目的时候 因为脱了衣服 被中国人很多反看 但是在日本搭起来 他很正常 那是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他并不是一种下流 他也不是把他理解的 就是一种释放 他就叫坎城乡队 对吧 那也是他的表达 对 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坎城乡队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就像ABA的表演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是一种性格的表达 你不能把他完全 就是下流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